嫂子,今天去哪里呀? 今天要住在池城县大喜地区的温泉饭店哦 饭店有免费的手作体验活动 附近有著名神社 还可以吃到粉红色的 重点还有绝美日出 嫂子这次要到东京近郊池城县看波波草 在看波波草之前 到了池城县的一个滨海小镇大喜去看看 今天入住的大喜饭店 从成田机场出发大约开车1小时45分钟 饭店在这里 开车2分钟有个明太子工厂 走路4分钟有大喜机前神社 神机鸟居 这里可以看到超美的日出 来介绍今天的饭店啦 大喜饭店位在太平洋沿岸的海滩 有附设能看见整片海景的温泉风驴 相较于其他饭店都是一进门式休息区 这里一进门就是柜台 饭店有分和室和和阳室 嫂子今天入住和室房 哇好宽敞 可惜到这边已经天黑了 好期待一早的海景哦 饭店有一泊二食可以选择 不过嫂子想到附近餐厅吃迟程 冬日限定的安康鱼火锅 所以就只有订早餐啦 如果要订晚餐 饭店也有很多种方案可以选哦 只要有大浴场 嫂子都不会用房间内的浴室 很少看见房间附擦手指的耶 还有一些保养品 有附胶囊咖啡和胶囊茶 饭店有免费的体验活动 赶快来去看看 还有桌球可以打 还有计分板耶 体验教室到啦 体验活动时间为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 刚好遇到万圣节 也有额外一些关于万圣节的体验哦 体验教室还蛮大的 除了用饮料可以喝 还有一小区是小孩玩的小空间 今天体验做蜡烛 还有装饰小夹刺 到材料区选择自己想要的材料 材料多属于海洋这类型的 很贴心还有小台接给小朋友 接着就直接放入蜡烛中里咯 嗓子做的主题是海底世界 放好材料就可以请工作人员来加入蜡烛咯 再来是装饰小夹子 一样先到材料区拿材料 每个夹子可以取两个材料 可以使用热龙胶或白胶 完成 嫂子觉得小夹子应该是给小朋友做的 嫂子妈说这样拍才好看 做完手作来去吃晚餐咯 嫂子选择饭店走路约三分钟的餐厅 来吃安康与火锅 好可惜还不是扭席 最好吃的时候是十月下旬到三月 嫂子十月中就来了 先说一下吃完以后的感想 真的应该扭席再吃的 扭席的时候吃才能吃到真正的安康与火锅 留个遗憾以后再来吃 烤三鲜 嫂子妈喜欢吃安康与干 故意不绞胎碎 嫂子妈说要有仪式感 吃日本火锅就是要好好摆盘 嫂子看看他们忙老半天摆得如何 哇有耶 看起来有日本火锅的感觉哦 还点了来辞城也是必吃的长鹿牛 超级嫩 真的是入口即化 都不用出什么力就切断了耶 吃饱散步回饭店 床就帮我们铺好啦 连窗帘都拉起来了 哦嗨哟 一早起床准备去鸟居看日出 走路四分钟就可以到这咯 太阳公公出来了 海上的那艘船好浪漫啊 这是嫂子第一次在日本看日出 真的好美啊 这是从房间看出去的景色 饭店除了有在顶楼的海景温泉 也有游泳池 还有通道可以直接通往沙滩哦 从沙滩回来记得要在冲角区冲一冲哦 如果是夏天在这里玩水也好适合哦 还有超多洞洞鞋可以穿 房间会放浴衣 不过柜台后面有更多的花色和尺寸可以选哦 也有小孩的 小孩穿一定超可爱 看完日出散步完来去吃早餐 在餐厅入口放了两大盘的黄色圈圈 大家猜猜看这是什么啊 是自行入座 早餐用餐区蛮大的 来看看早餐有什么呢 有多小孩的 他家里也别闭练了 别忘了 都是温柔带的 注意 這是生的喔 再來是熱食區 注意 為了用手 愛的努力 愛的努力 ふざけ 愛的努力 愛的努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外带杯可以直接带着走哦 刚刚的黄色圈圈是这个 绑在袖口的 超贴心的 浴衣宽宽的袖子就不会粘到了 吃饱后记得要将牌子翻面哦 准备退房啦 刚好遇到万圣节 还有万圣节的布置 还有小朋友的装扮 服装可以拍照哦 离饭店最近的超商走路要10分钟左右 一楼有附几台投币机哦 也可以借脚踏车在附近换换 退房后到神机神社走走 这个视角好美好舒服啊 这是刚刚住的饭店 只要沿着马路走 只要沿着马路走 步行约4分钟就可以到刚刚看日出的地方啦 接着到距离饭店 车程约2分钟的明太子工厂 超级大的停车厂 超级大的停车厂 还有很多冷藏冷冻商品 是明太子火锅 嫂子流口水了 除了买回家的明太子商品 也有现吃的明太子美食哦 不可能这个饭团这么大吧 嫂子买了一只明太子双麒麟 吃起来有一点辣辣的 上面有半片明太子仙背 还有明太子肉包 是粉红色的面团 还蛮好吃的 也是超大一颗 到外面拍的颜色 好像更像实体颜色 离开大喜 接着要去看播播草咯 拜拜 喜欢我们欢迎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